齁!我哪有聽到英雄的聲音? 齁!英雄咧! 我今天待會絕對有英雄的窮口,要在這裡等 白癢學有一個運感 喔!英雄咧英雄! 齁! 齁!真的三小! 齁! 齁! 那些三小! 大家看看,大家看看 齁! 齁! 英雄咧! 我來跟英雄採訪一下 喔! 還有英雄來啊! 齁!這聽到這聲音,怎麼看得到的,又是全座的喔! 這全座的,這全座的 先看看,趕快!趕快!趕快! 對啦!全座的啦! 又配太過煙燈 又配太過煙燈 我來跟英雄採訪一下 來!這英雄 英雄不太錄像,英雄我怎麼可以幫你拍一下 拍一台什麼車怎麼可以? 齁! 我就跟英雄剛才吹人這樣 吹個鼓鼓鼓的時候,這隻絕對沒有拍的時候會吹 來! 來喔! 齁! 這隻 這隻說真的 到底是什麼燒? 給我看一下喔! 這到底是什麼鳥京白? 齁!這頭前有一個藍水捏 有一隻爛水 然後 過來 CK CKV S 有沒有 KIVS 這到底是什麼鳥京白的呢? 儀館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那個 最重要的這個水最多 然後 必備到插一下 Planboard的那個 輻射式卡鉗 慢慢來看喔 防島橋 但是防島橋有的是說爭有的好到壞 不一定啦 唉唷! Kawasaki的呢 這台Kawasaki竟然我沒有看 然後 看一下 液晶的麥大佩 然後 這叫什麼 這不知道叫什麼 端子性 對啦 端子性 啊這鑽子龍爪手可以 釣他的那種 角度 這樣 啊這不知道什麼秘密武器 丟下去 這可能形作企伏器的那種 喔! 這還可以釣的 秀愛的屈性 秀愛的屈性 喔! 這以前的地獄在賺一組 賣賣賣賣賣 但是他在鑿 他在鑿 他在鑿 有的在鑿 啊原來在鑿 想不到 然後他那個 氣墊器 那不是什麼 什麼鑿流器在那 給他看 好 補過三重 唉唷! H2 這隻好像有噴在那裡 嚇到喔 來 白龍雪 直接來看 他的褲子在那邊 我的一個第六感 這個紅紅的就是了 因為我剛才已經有先給他討問了 喔! 這個 紅紅的褲子 它本身 從這邊吹喇叭吹進來 噢! 噴進來 噴進來之後 在這邊 開始褲子開始增壓上去 炒到這裡 這到底是怎樣 在流油 他要把這個 這到底是怎樣 炒到流油 會噴油 這這不算算幾CC的 不知道 好,來 再過來 然後這個應該是 看起來應該是 這台車應該是蓋不多久 這個車跑我們把它遮的 H2 這個H2聽說 100萬10沒有多少 後面是這樣子 這台車在騎什麼很保守 這旁邊沒去擦到啦 這看這側面看應該是蝦公 應該是蝦公 對啦 鞋子管啦 然後 原廠迷信的卡鉗 後面他們沒有擋 就維持原廠 接車啦 就很肥 然後後面 翹屁股上去 喔 這下鞋子說 剛才那車掃也是算漂亮耶 也沒有算大聲啦 就是 都跟那個動機的拔來聲 然後他這個 機械式的結構 就是 最主要他是有渦輪增壓的 這個 接車啦 接車就是一般 手把他是比較平的 這樣子 他這有嗎 他這也 比較低調有沒有 他這個引擎 比較低調他這邊 是做這個 那個什麼 黑色的那種耐熱陽機處理 這現在還很燙 黑衣褲爐藏在這裡 巴巴在這裡 啊電風 電風在這裡做得很可愛耶 喔這個水箱的時候 側面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有這麼大塊耶 喔 雙碟的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他的 輪子規格 一眼一七零十七 啊整個 四缸啦 全部四缸 就這樣 酸 酸下來 還有這個觸媒 整個就這樣 過去 這個角度 非常的秋 有 有 啊街車一般來講就是 平手把 舒適性取勝 喔啊這張車 如果說喔 你騎的時候 如果沒什麼 倒倒要漸進上去 可能 在吹的時候 那些什麼操控性的 要很注意 沒有那種車 如果 突然 那個馬力 瞬間輸出太大 那駕駛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看 那種 技術要慢慢上去 好 感謝這位 英雄車主 讓我們採訪 謝謝